她穿个性的衣服打球被禁止比赛,却被称为乒乓球界的Lady Gaga。 日本乒乓球一直都是一个书美女的项目,从当年的四元奈生美到后来的符原爱,还有现在的石川家蠢、平野美宇,包括模特出身的冰本尤伟,长得都非常漂亮,而四元奈生美作为日本第一位以颜值文明拼弹的选手,究竟有什么神奇之处呢?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位号称平坦的Lady Gaga吧。 四元奈生美在1978年出生于日本,除了是一个乒乓球运动员以外,四元奈生美还是一名服装设计师,而她最大的特点,就是要穿着自己设计的衣服去参加乒乓球比赛。 2008年的时候,四元奈生美与自己的双打搭档穿着自己设计的衣服,夺得了日本乒乓球锦标赛的亚军一炮而红,成为了日本最受关注的运动员。 四元奈生美长得真的是非常漂亮,是典型的亚洲美女,而且她还是全世界写真最多的女运动员。 在2004年的时候,四元奈生美在中国乒乓球联赛打球,她是第二个来中国训练的日本球员,当时和张怡宁,丁宁等人都是队友,所以她也会一口流利的中文,这也是她受中国观众喜欢的一个重要原因。 四元奈生美与自己的双打搭档穿着自己设计。 四元奈生美曾经说过,别说是在球场上,哪怕是在战场上,自己也会用自己最美的一面去迎战对手。 而很多和四元奈生美打过混双的选手表示,打球的时候根本没法专心打球。 在一次采设计中,四元奈生美说道,我从四岁就开始打球,到了中学的时候,你告诉别人你是乒乓球部的,别人会觉得你这个人好无聊啊,所以我一直对外说我是游泳部的,也是从那个时候,我有了给自己做衣服的想法。 我想要改变乒乓球在人们心中的印象,对我来说,服装就是表现的舞台。 曾经有记者问过四元奈生美,有人把她输比赛归结与把时间都花在了做衣服方面,自己有什么看法? 四元奈生美说道,有时候看到对手,就知道反正都要输球,还不如穿着自己喜欢的衣服输球,这还会让我的心情更加痛快。 我相信以后总会有人认可我的想法,我是绝对不会放弃的。